我們剛好那時候 買到龍台頭的時候 龍台頭 就是我們以我們這個行業 叫做正要起飛的時候 十年前 十年前大概是一字頭 對 我那時候朋友說 這邊是一字頭 現在三字頭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那我們會不會買貴咧 對 不過真的好險有買 好險有買 對 其實是四字頭 對 而且才經過兩年的時間 就進入到四字頭了 那最近已經開始成交了嗎 開始有 接到委託了 那有沒有碰到什麼困難 畢竟因為它是隔行如隔山 我真的是從零開始學起來 對 甚至於是可能到 熱鬧的地方去派報 就是說就是 分發我的名片給路人 然後我覺得大家也都很 其實很感動的是 大家在這上面不會笑我 但是這是給我很大的鼓勵 所以不錯 就是 年輕人 他們都說 年輕人 不錯 很會響 就是在這上面 其實給我很大的鼓勵 他居然卸下了明星光環 要轉戰房仲賣房子 歡迎林道遠夫妻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道遠 大家好 我是金翔 歡迎來到我們這一家 好 先讓我來找一下 是 你的那個偶像包袱放在哪裡 從來沒有過 我進這個圈子就已經丟掉了 對 為什麼這樣講呢 是因為道遠最近有一個新聞 就是說你居然要去賣房子 是 第一個最主要我們都知道 我不是靠外表在這個圈子為生的嗎 是靠實力 不是 因為從前年搬到林口來之後呢 我覺得第一個 這邊環境非常的好 然後小孩子的學習環境也很好 生活環境也非常好 從這個地方 喜歡上這個地方 然後才說 這個地方我想要介紹更多的人 能夠來到這邊住 完全不穩定 那我就想說好 那就從這一塊上面 那我們來試試看 有沒有這個新的可能 我們那時候當初要找這個家的時候 我們就是想要找一個客廳跟餐廳 都非常大的 對 因為我們家是 以前是世代同堂 那我們喜歡就是 全家一起聚在一起吃飯的感覺 我們的客廳算是一個複合式的 它可以在前面放沙發 然後後面我們就放了一個 餐桌 兩百多公分的餐桌 我們試過最多人 擠過大概快二十個人 二十個啊 你說包含這裡跟沙發區 因為有時候人多啊 就是需要這種變形的 它就是可以拆解成很多的椅子 OK 那這樣子的話室內坪數多大呢 室內坪數大概二十八坪 對 因為當初我們找這一間 有幾個要求 就是一個我們不想要互數太多 對 對 因為互數太多 一層互數太多 你其實也炸 或者是因為我們有時候 常常會有朋友來聚會 那如果太大聲的話 如果鄰居太多 他會吵到別人 對 那其實我們這樣一層才兩戶 就很單純 就我們跟對面大姐的家 那我們有時候有朋友來 我就會事先先跟他講說 大姐不好意思 好有禮貌 就是可能會有一點遲 我覺得買這間房子 有個附加價值 就是學區非常的近 對 我剛剛看到外面 我就看到好幾座操場 是 所以旁邊都是學校 到底有多近 來我們可以直接進去看一下好不好 其實我送完兩個孩子 就是哥哥跟妹妹 我大概騎機車 大概三分鐘啦 對大概三分鐘 騎機車大概兩分鐘啦 走路下去的話 大概三四分鐘 走路大概五分鐘啦 沒有沒有 不用那麼久 沒有那麼快 好啦你腿長 我腿長好不好 我腳長比較快 人家說買房子要看演員 就是你會覺得說 這個投員感覺對了 就這一間 當初走進來有這種感覺嗎 有 因為我們那時候 我們都是有跟他 然後跟我婆婆 我們三個人一起看 然後我們每天都是 從早上九點 房仲公司一開門 我們就進去 然後看到五點 就再衝回去萬華街小孩 把小孩接了 再回來林口繼續看 對 我們就是這樣子 一整天都看十二個小時 十二個小時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有講好 如果我們進去看 假設是我們兩個喜歡 我婆婆不喜歡 那我們就不買 唯獨這一間 連著我們三個進來 都覺得就是她了 好 那接下來要為各位 介紹一下我們的廚房 不好意思 可能這個我們擠進來 可以擠看看 到底有沒有什麼 好 我現在在煮菜 不好意思借我洗個鍋子 很像 就是我兩個 你們常常在這裡打架 吵架之類的 因為就是會 你看她一個人站 她就已經把全部都站滿 對 告訴我拿個東西 冰箱的 不要擋我 就很擠妳知道嗎 滿喜歡的 因為我在這邊煮飯 因為我們是開放式的 對 那小孩在那邊 或者是在客廳的時候 我都可以跟他們聊天 他們兩個很喜歡 就是把那個椅子往後拉 然後站在這邊看我 搬錢是不是 他們兩個就 就這樣趴在那邊 吃吃了嗎 大家應該都看不出來 這是什麼吧 櫃子嗎 這櫃子打不開 不不 它是一個 電動轟 對 不說沒有發現 對 因為那時候這個 它就等於是一個死角 那你有 你做了這個之後 你其實就沒辦法 這就打不開了 對 然後那時候 我們廚具的朋友 就是看一看 他就說 不然這樣好了 我幫你利用空間 用這個角落 來做一個電動升 這樣的一個轟碗機 我發現道遠一家 應該是滿前程的基督徒喔 因為還有一個這個 很醒目 這個角落 它的深度就只有這樣 那其實我們原本是想要做一個收納櫃 那時候都請設計師幫我們畫好了 對 可是那時候我就想說 蛤 深度做這樣 然後它做一格一格 一層一層的 可以放杯子啊 杯子啊 就只有杯子可以擺 那還有什麼可以擺 沒了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蛤 我花一個五六萬 然後在這邊 然後不能放什麼東西 美盒喔 對 然後我就說 算了算了算了 那不然我們就做一個 實際下的一個 我們的信仰 然後把它做成夜燈 這樣子小朋友出來 上廁所都很安全 其實上廁出來是亮亮的 我們大部分的空間 其實我們都已經給了 我們的餐廳 跟我們的客廳 所以相對的 我們的房間就會比較小一點 我覺得唯一一個主臥 一個比較缺一點的 就是我們的衣櫥 比較小 還是應該是說 很少有男人 衣服比較多 對啊 因為通常主臥式的衣� 都是讓給女主人 都是讓給女主人 對 那是不是只有一個小角落 是男主人 通常是這樣 通常是這樣的 對 這裡裡面都是卡的 你看我已經抱不下 都還要掛出來 我覺得住這邊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老婆完全可以插勤 我上班的時候到底在幹嘛 怎麼說 因為我的左臥看過去對面 就是我工作的電視台 對 真的耶 他想要查警的時候 老公來 你到那個窗戶那邊 跟我打個招呼一下好不好 我就 確定有去上班路的 例如說今天大概 發我兩點的通告 我1點55分出門 55分 有這麼近喔 是 真的是很棒耶 沒錯 離學校近 這就是所謂的 錢多事少離家近嗎 也沒有到錢 也沒有錢多啦 對 只有離家近而已 好 歡迎來到我們 小孩的房間 我覺得我們很幸運的是 當初這間前屋主 他也是兩個小孩 所以幾乎他都已經是做好 這些都不是我們自己做的 之前前屋主留下來的 桌都是已經做好 它都是兩個位置都已經做好 對 然後衣櫃也是都做好的 然後我們只想說 那時候一男一女嘛 那時候才年紀還小 所以我們就幫他們 訂了一個這種有溜滑梯的床 好 最後來到的就是我媽媽的房間 對 媽媽房間是唯一一個 有裝電視的房間嗎 對 雖然這一間是最小間的 麻雀水小 五臟氣氛 真的 它這一間真的是收納空間 比我們還要多 是 真的嗎 怎麼說 媽媽常常就會跟我們講說 婷婷妳 進香妳有什麼東西放不下的 妳拿來我這裡放 對 因為媽媽自己一個人 所以她的櫃子啊 都可以放得下東西 然後你看我們行李箱 已經就是擺到這了 因為我們其他房間 都擺不下行李箱 而且這一間其實採光也非常棒耶 對 對 它等於幾乎是永久洞鋸 這一塊好像原本是 不知道是TPB 還是某電視台 某電視台的 這一塊好像 好像之前是某電視台的地 但是現在還不確定會不會進駐 對 那像左邊這一塊 未來也聽說有可能要蓋一些賣場 或者是購物中心這種的 那這邊不就會很熱鬧 很繁華 對 就是希望 我覺得至少 反正在這當中 我覺得是一個複雜價值 結果剛剛道遠跟靜蝦 待會兒我們繞了一圈你們家 感覺言談中 對林口這個地方 贊不絕口 沒錯 是不是 就是因為真的已經住到 自己太喜歡了 所以才會加入到 房仲這個行業 介紹更多人 這邊的好 不過像林口的那個房價 已經漲蠻多了 是 那你們是2022年買這裡 那時候房價呢 跟現在相比 我們剛好那時候 買到龍台頭的時候 龍台頭 就是我們 以我們這個行業叫做 正要起飛的時候 十年前 十年前大概是一字頭 對 我那時候朋友說 這邊是一字頭 也現在三字頭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那我們會不會買貴了 對 不過真的好險有買 好險有買 對 也是四字頭 對 而且才經過兩年的時間 你就進入到四字頭了 那最近已經開始成交了嗎 有這麼快嗎 開始有 接到委託了啦 那有沒有碰到什麼困難 畢竟因為它是隔行如隔山嘛 我真的是從零開始學起來 對 甚至於是可能到 熱鬧的地方去派報啊 就是說就是 分發我的名片給路人啊 然後我覺得大家也都很 其實很感動的是 大家在這上面不會笑我 但是這是給我很大的鼓勵 不錯 就是 就是年輕人 他們都說年輕人 不錯 很會響喔 就是這張上面 其實給我很大的鼓勵 非常謝謝道遠 也非常謝謝靜香 希望兩位趕快 新屋成交 好嗎 沒問題 對 如果未來有林口 或者不管是林口 或者是哪裡有 需要旁邊買賣 都可以找道遠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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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